我回来节目时间 我对不起你 我刚才回来 我是想说三八八 我看到珠仔 我不会理你 因为你看得太简单 三八八 其实不需要回应你 我先说我的看法 三八八我说了很多次 主要是做大市的领先指标 我已经看了很多年 以前我还立了一只二十七 三八八 如果你纯粹用上次一万八千二的位置 去看的话 其实我计过给你听 早四日 三八八 走先过市 见底 在这个位置三八一十四 是三月九日 你记得我们的市 见底是三月十五日 四日之后 礼拜二 它再猝多一次 又是三八一十八个四 就是刚才 试的最低位 就是今天最低 三一八个四 它就在三月十五日 再试多一次 市 如果三八八 今天三二九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我们继续看 羊粥 首先我们看到它一路下 然后昨天也算是一个十字升的状态 但是昨天没有人想买的 包括我自己 是的 因为我也是在等三一四 各位 因为我们想低捞的时间 当然是贪心的 去到这里 如果今天出羊粥 你会看到五天线 橙色那条 看看 橙色 刚才橙色是三二九 现在已经是三三零 橙色那条 五天线 如果你保守的 今天我会买正股 我买了 刚才正股 James说话的时候 三二六三二七 我买了第一注 上一次我们探底买的时候 都分了几注去买的 我上次买三注 我今次买第一注 今次我捞不到三一百 因为一直在开市 我捞不到 我买正股 我一会选择衍生工具给你 但是衍生工具我要去到尾市 它真的站到五天线 出了羊粥才过夜 因为我要做到这两个条件 我才敢博 否则我先买正股 我先买正股 那它上一次 它又是早过市 四天见底 而且你看到这一段时间 其实这东西差不多 三八八 你们每天都叫差 其实你就这样看 对拼图 我没有将两条线对拼 其实三八八是走得更差 如果跌下来的幅度 跌下来的幅度 我觉得今天有少少这个意味 是真的 像是三八八 见到一个短期底 见到一个短期底 你说如果它穿三一四 我就打 刚才我是三二六三二七买的 即是我跟它博 十二元 很简单 我的指舍防守 就是三一四 你可以叫它说跌到八五元 又得到二百元 没有人理你 因为你的目标 你说神华一百元 都可以的 是的 只要我现在在这里博 我订了三一四这个位 正股 打正股 是的 穿了就打了它 因为穿了它会跌多二十元 但如果不穿的话 上面就五十元 上面就是三七零 即是它三五零三六零 接着就是三七零 好像上次我们跌六千点的时候 买下去 赢回那个位置 就是这里 接着大家又说 等它托三八八 你们没问题 我说我的看法 看看你们赢还是我赢的 是的 因为太多担忧 我都是内心的 心心底柱都是好友 但我四月都是看淡 我自己都是这样 我认真希望港交所 可以做到先行指标 而今早是很特别的 港交所 这么久以来 都见不到比较活跃的买盘 刚才是做到的 刚才呢 我开回即时图 刚才你看到 荡荡都有人踢的 是的 所以买股票 听自己的说话就好了 其他都是噪音 其实我不看了 你们的留言 是的 我只想说完我的话 我就交去MorningQ 总之就是 我买了证股 而我今天就会选call 如果我美市 它站到五天线 开阳烛 是的 我就会做call 衍生工具 我就选了15112 15112 我选定 给你代定先 我不是现在买 它要站到我刚才说的 我用了两个条件 才可以达成这个愿望 15112 它引申波幅是低的 一个锅 32 因为港交所没人买 锅其实是大约32至35 这些水平 我就选行使价371元 371 是的 喜欢的 它开得都挺好的 开123 124 30波 刚才其实它是 16夹的时候开116 118 然后它有一段时间又开116 117 所以我预计它都会在跳隔的位置 抹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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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选了这一只 15112 牛仔今早给了大家 这些牛仔 你预计它去到20500 会有阻力 以及会给港交所滞后几日 刚才选了64920 19700收回的 熊仔你觉得不得有个市 我就等它蛋糕抹的 没问题 做熊的 53224 是的 都是我选给大家代定的 是的 美市最后那半个小时 如果港交所出阳中 站到在五天线 达成了我刚才说的条件 我会买15112 如果我再选牛的 我就在我的IG stories公告